刹 后刹前锋 再扑 好球啊 挣扎得真漂亮 防守反击 刘宇晨的刘宇晨和辽宁的李俊慧这队搭档 这球没有压住 杀一拍 分对角 好球 杀一拍 后刹前锋 之后这种个子高的队员他在往前啊 就是他这个挥拍的这种幅度 对于高个子运动员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就是你挥拍幅度一大 这个球就有可能下网 好球啊 挣扎得真漂亮 防守反击 好球啊 王毅律 杀 打进了决赛 杀 打进了决赛了 好球 双塔 下压 下压 混合双打的冠军 如果能赢的话 那么混双这两队将会失 所以他的动作幅度不需要那么大 但是呢 我 滑板掉中落 好搭档组合 但是呢 比较的效果确实非常好 来相抗衡 另外呢 就是半场的这种平球开打 你看 就是去冲击你 杀一排 后杀前锋 王毅律把这球拦过去 郑思维 后场批杀 拦 杀 好球啊 实际上21比13 这张队的王毅律和郑思维 王毅律发球 好球 重心往前一晃 这球王毅律出手了 就是尽量的要减少失误 好球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呢 浙江队他们在战术的支 就是执行上或者是制定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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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上来有一点点忙碌 不太适应 好 好球 哎呀 这个球怎么回事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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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毅律杀 杀中路 哎呀 杀 后杀前锋 战扑 又偷一个后场 墙往上来 放网 正思维 以向他们分球 攻守转换 刘宇晨放网 第一局感觉有点进入状态 好像不太快 捆住了阵脚 对于对方的打法 也有了一定的这种适应 投后场 发的真漂亮 这球 掉了 又是一个 今天整个的比赛分成了 这个两个区间 防疫率的两个 好 好 好 13 太 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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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谁都不轻易挑球 好 这球都是电光石火 你看你只要挑球 这个就有可能 好球啊 漂亮啊 这球 这球 过关的 好 好 他们在第二轮呢 又战胜了欧宣毅和韩承凯 这是一对福建骨盒 张南和冯彦哲这场比赛 他们也是打了一个三局 好 好 哎呦 这球啊太着急了 往前 你这个一定要注意你的动作速率 这个速率慢了 这个球就压不住了 好 好球 好球 好 但是呢其实就是看 最后的这几分 浙江组合呢在一些机会分上 他们没有把握住 好 这是他们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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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球是对方的接发球呢 有一个滚网 快发球 你看 好 好 好 这种快速球压制住我 哎 他有一些变化 嗯 他有一些软挡软放给你 好 好 嗯 这种很好的这种节奏变化 11比2局奏效了 但是随着决胜局 对方的变化 你要马上做出调整和变化 好球 这是你看 学江队再去抢你